回来讲一下主题 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近期在内地上了热手 为什么会上热手呢? 因为他们的工厂附近 在长沙的工厂附近 就有些民居 就说他们的小孩子 就流鼻血 为什么流鼻血呢? 就是说长沙的比亚迪厂房 就说有空气污染 那些小孩子出问题 就是他们流鼻血 头晕 和常常咳 那些小区的居民 就走了去比亚迪的园区 那里示威 当然他们叫做维权 那 当然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有时 你住在工厂区旁 一定会有一些 刺鼻的气味 就像以前 你住在黎晶花园 那时机场还没搬 有时 那些飞机的 机油的味道 都会飘过去黎晶花园 那你说会不会闻到这些东西 身体不适? 其实有些人会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 就是究竟是一间厂厂 或者那个污染源 还是 你们那些业主搬进去 这个是 我的看法就是 大家都要知道这件事 你不是说维权就维权 如果比亚迪 这句法例 他是可以排放一些 废气出来的 如果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这些细节是要调查的 那你没可能 就是你之后搬到他旁边的人 接着就投诉 叫比亚迪要他收档 这样就不适合 就是有先后之分 是不是? 那好了 其实这个 长沙比亚迪那里 这个问题 已经发酵了几个月 就是 有当地的人 就说比亚迪有污染 长沙市宇花区的环境执法大队 就跟居民说 给亚迪间厂先建的 你小区之后才建的 地就画了是工业用地 排放标准 又是工业标准 那是合规的 就是 这个用地规划是合理合法的 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规划部门是讲清楚的 有人说 那你们盲撑政府 你们最喜欢的 不是的 你一定要讲道理 你也要讲道理 如果你明知那里有一间工厂 你会不会去买房子 搬进去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自己搬进去的话 你要承担你搬进去的责任 对不对 为什么有一间工厂 我住在那里 别人的工厂 建了这么久 转了很久 你现在住在你附近 就在那里 曹山曬 是啊 就好像黎晶花园那时候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以前也有些亲戚 住在黎晶花园 他有时真的会闻到飞机的味道 难道说 那时候可以叫机场搬吗 我说你要搬机场 我们都带了 行不行 那这样是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拿了一些资料出来 就说有些小区就是 经济适用住房小区 就像居屋那样 他批出来 就是比亚迪的工厂 比亚迪的工厂 他有一个前身的 那么那个小学 就在2001年已经在了 那么 那就是 现实就是 他的园区 其实是很大的 比亚迪的园区 那么 如果比亚迪的园区 和民居的直线距离 大概是50米左右 现在就 当然是狂咬比亚迪 就是 为什么狂咬比亚迪呢 其实 当然是看到 比亚迪 其实他开始都挺成功 就是做得 外销 内销 那些东西 都是挺厉害的 所以有些人 就是 我自己怀疑 就是 他是在后面 做推手的 就算 你说小孩子流鼻血 这个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在疫情 那些小孩子 如果戴了口罩 流鼻血 那其实可能 有其他原因 是不是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Mark Wong 又说 康成成哥说 心旷神乙 那你自己搬进去的话 你自己要负责任 我只能够说 是不是 你现在内地不是分配住房 内地是你自己去买的 那么你 看到 你那个 楼房 对面 就是一个 很大的工业 用地 那你自己会不会 就是 特地走去住呢 那我的看法就是 你们 现在在吵那些人 都要负责任 不过 公道地说 比亚迪 他们都是要 确认一下 他们有没有 存在这个 环境污染 超标的问题 那 那 为什么比亚迪 这次麻烦呢 就是之前 是容易发烤呢 就是这件事 之前还有一件事 就是 他们的职工宿舍 就 一个礼拜 就几单跳楼 哦 是几单的 那 那 其实 其实 有些事情 那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事情 会不会 是 就是 有些人在搞鬼 或者什么 你不知道的 现在是 有些事情是要慢慢调查 那 首先申报了利益 有些人当然会说 你帮比亚迪说好说话 而已 申报利益 我是没有持有 是没有直接持有 也没有间接持有 这个比亚迪的股票 这个一定要先说 免得 人家又说我们 那 Caren Chan 简称碰瓷 我不知道 这个 这个 有没有人做推手 我不知道 究竟他是玩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大家 有这个 为什么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在内地 如果你在内地有做过 工作的人都知道 其实 这些玩东西的人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那匈卫斯就说 国内不是很多地方 都戴口罩的 全世界只有香港 戴足口罩 那又 不要这么说 不只是香港 其实日本戴口罩 都戴得很足的 那 那 那 Cheap Now就说 可能有外国势力 那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清楚 那 Toracef就说 他们买楼当时 摆明是便宜货 没错了 即是Toracef 你说得很对 绝对是 即是你没有可能 我的看法就是 你没有可能 就是买了一个地方 接着要一个园区 就整个搬走 那是不合理的 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世界是公道的 那 那 鄭Jazz就说 香港有人买楼 看到对面山有个祖坟 竟然去投诉地政 说 人家穿戀 那么撞先人 有些人明明买的时候 是看到的 他买的时候是看到的 他跟着呢 他的操作就是这样的 他想着 入了火之后 就可以组织一班人 或者 跟政府在那里 投诉 希望呢 就可以把那些外眼的东西弄走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 我的看法呢 就是 有些东西呢 你不能够立即怪落 比亚迪那里 有些人说 比亚迪是大资本家 但是 你看一下 比亚迪这间企业 其实 我的看法 他们算是有良心的企业 那么空伟斯就说 跳楼是富士康 之前是富士康 现在是比亚迪 现在是比亚迪 比亚迪是有 有两个员工跳楼 那么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父亲 我们那里有个小区 天天投诉 隔壁一间油墨厂 问题是 人家那间厂 已经在二十多年了 这个就是 他们维权和挑事 其实是一条很 就是 不是很清晰的界线 其实就是 但是 究竟公不公道呢 其实有一件事 很简单就是答到的 就是 究竟你那个污染源在那里 还是你们那些民居在那里 就是如果你们那些民居在那里 那当然那个污染源是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那个污染源 是在那里 你们那些民居在那里 胡亂叉吵 你们要建在那个污染源那里 那你们自己也有问题的 其实就是 那么 肥咪妈就说 游堂建了豪宅 都要沙石厂搬走 有些人是这么过分 他想着 买了 然后他就会搬走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Blender Now就说 空中飞人问题 其实是要查证 因为呢 譬如我们这边有空中飞人 那些工人是被电片欺骗了很多钱的 这种都会导致空中飞人 其实 比亚迪 他这间公司合不可以呢 我不是要帮巴菲特说好话 巴菲特 不是的 巴菲特他现在都选手了 其实就是 现在巴菲特有投资比亚迪 他都要选手了 他投资了很久 他投资了很久 比亚迪 就是这么说 这间公司好不好呢 他做的产品行不行呢 我又告诉大家 就是 现在澳洲方面 就非常吹捧 可以说是 就是比亚迪的电动车 那么刚才有个网友说过 就是要订 在香港要订的电动车 都是没有货的 就是KS873夫 他就说 在香港年头 订的比亚迪的 也要等七个月才到 八个月 是 那 在澳洲 他们 都是 做得不错 他们现在的情况 很多人都是 六行力也足够 外形也不错 而且又便宜一折 比起特斯拉 是啊 他们当然是 吸引了很多人去问 就是在澳洲 其实澳洲 本来这个地方 不是很适合用电动车 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他们也吸引到 很多人去问 因为他 其实他是很划算的 我不是帮他买广告 就是刚才说的那架车型 叫做 Atole 3 那 现在 你如果现在在澳洲订 9月就应该有货 那 你是可以立刻订的 那 当然 我知道 他们 有很多人 已经给了 订金去订 是啊 是啊 因为他 当然是 做得很漂亮 你看他的样子 是做得很漂亮 而且技术指标 是做得很好 而且他做电池 也是做得 我的看法就是 做得非常之不错 其实就是 那 当然 现在究竟 谁是谁非 究竟是被阿迪出错 还是园区那边的鄰居搞事 现在是未知的 那 好了 朱永生他就说 政府已经介入调查 但是这件事 是香港那边的媒体先爆出 国内也是昨天 当地区的副书记 不是 这个率先爆出 不是香港媒体的 是一份叫做 中国慈善家的媒体先爆出来 朱永生 如果你要跟回次序 其实也不是香港媒体爆出来的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国内就是昨天 当地区副书记去示威现场 劝群众才冲上热手 政治宣传的味道很重 也不怪当地人不信政府 怀疑官商勾结 比亚迪一开始就发声明 就说那些新闻是假新闻 还报警处理 那这个情况呢 有没有假新闻的成份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一定要先说清楚 我是没有持有比亚迪股票的 这个一定要先说 不然人家就说 你买了 现在唱好它而已 不是 没有这样的事 一定要说清楚 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持有 不过你要看看 究竟如何才是公道 当然没错 你说在香港媒体报道得很多 孔郡就报道得很多 我们都要说 O2XX就是 香港的媒体一直都是 收拾内地自媒体的东西转来报 是 没错 这个是真的 Carol Chao就是 Tesla也要订比亚迪电池 其实比亚迪有他们很棒的地方 Steven Junior Home 就说 打机都知道 车厂方圆几公里都没人住 这个就是Sim City 如果你玩Sim City的话 你在工业区 旁边再整个住宅区 就算你的工业区是有先的 你再放一个住宅区 那些人都会吵架的 这个就是那个现实 那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就说 比亚迪的电池很棒 那只鱼酸铁链电池 尺寸实验只有30度 理论上 怎么撞都不会延消 其实就是安全的 那Danny Wann就说 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一定 不过选手 就不会的 因为印象中是10元以下买 那他当然不会选手 比亚迪现在是200多元 是很多倍的 那何虎呢 就说 今天香港开市很大机会跌1,000点 香港股市呢 就是这么说 有些人就说 哦现在你马上沽了 沽贏了 当他们是这么说的时候 我的看法就是 你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要碰 现在的情况就是不要理 现在最好就是不要理 现在你投资得太多 那个问题都很大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么 朱定生就说 现在下定律不好 还是等个调查结果出来才说 那 就是 不可以像小粉红那样 一开始就说 外国势力插手 我自己也不是说 有外国势力插手 这个我也要先说 我的看法就 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呢 就是 有一帮人 他就 就是 都是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 但是那个污染源 就不一定在比亚迪的工厂那里 其实就是这样 还有 比亚迪她究竟排放 有没有超标 那 我不是说没有可能 这个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就先调查一下 是不是 那 如果你说抹黑炒作 西媒 现在西媒是报道得很厉害的 这件事情是报道很多的 就是比亚迪 上个星期的消息全部都是好的 就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西方媒体 就是我们看到的西方媒体 上个星期 就很多 关于比亚迪的好消息 就是比如 他们那些订车那些 哇 真的 你不订就好像真的没有 他已经说到 你不订就不会有货 还有你订了 可能要迟些才有 我说法就是这样 那 如果 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很奇怪了 究竟之后会怎么样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Torchef 说 香港股市出面好就跌 不好都跌 香港现在很麻烦的 其实 有些麻烦事 那 自己小心一点 那 我不敢说 但是 比亚迪 他长远来说 他行不行 如果你认为 就是电动车 长远是 一定会 取代汽油车的 比亚迪 现在的股价 就可以了 但是 这是一个 长远的看法 你要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才可以 我自己的看法 跟很多人都不同 不过 不要紧 台仰的看法 也有些不同 那 我就是川卫书记的老爸 还说 比亚迪的电 要供给其他厂 那当然 他有很多东西 就是 做了很久 做了很久 其实比亚迪 他们也不仅长沙一间工厂 我也要说 那 你如果说 长沙那里 会不会管得特别差 那我的看法 是不一定的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节目时间到这里